屏東縣長州春米班贈 感謝撞給瑞士ZHDK弦樂團 因為他們將10月13日 在屏東演藝廳演出的票款 全數捐出做公益 這場演出不僅提供 愛樂者一場音樂的饗宴 更對屏東在地弱勢團體 及許多需要幫助的單位 提供所需資源 那屏東是他們第一站的演出 那在這樣一個秋天的季節裡 帶來溫暖的音樂 帶來熱情的愛 來撫慰人心 演出的票款捐出做公益用途 引起了眾多企業單位 和在地教會團體的積極響應 總收益約50萬元 將用於支持屏東愛無限計畫 聖誕節相關事工 醫療照護相關和長期生活 重建的項目 其中20萬元 作為名陽大火的急難未助 然後也把相關的收入呢 捐贈做我們這次名陽的 一個大火的善款 那我想屏東真的是很多 被受很多人的關心與祝福 那尤其來自海外 尤其來自歐洲 來自音樂的愛 讓我們感受到聖靈滿滿 我們也會珍惜大家對我們的鼓勵 團圓的組合是來自於各國的學生 是因為蘇里斯基督大學本來就是一個滿國際的學校 所以裡面的反而瑞士人沒有到很多 但是大部分有西班牙 有立陶宛 然後台灣對岸 泰國 還有我想一下 美國也有 就是各國的人都有 在首場演出前的記者會上 音樂家特別演奏了莫須科夫斯基給雙小提琴及弦樂的組曲《第三樂章》 這個樂章以慢版演奏表達對人世間無償的叹息 希望透過這首曲子 喚起社會更多關愛和溫暖 並鼓勵人們珍惜每一次與親朋好友的團聚時光 記者張如意劉建榮採訪報導 OK